在遥远的中世纪 有一个黑巫师莫德雷德 他使用黑魔法控制巨像 率领巫师军团对人类发起侵略 打破了人类和巫师长达几世纪的瓶颈 好在有另一个大法师梅林 用巫师之王的权杖打造了一把圣剑 他将圣剑交给湖中仙女 限定只有巫色王以及他的后代才有资格使用圣剑 来维护人类和巫师的和平共处 大敌当前 巫色王掏出了圣剑 孤身闯敌营 双手握住剑柄 一剑就将黑巫师给消灭 失去控制的巨像开始横冲直撞 将背上的巫师军团统统抛下深渊 巫色王一战成名 带着王冠在众人的拥护下正式加冕 但他没想到的是 谁都服他 唯独自己的亲弟弟不服 沃提根觊觎王位 暗中跟水妖做了交易 他亲手杀死艾奇 用至爱之人的鲜血 获得了恐怖的黑暗力量 他化身镰刀恶魔 一枪洞穿了王后的身体 巫色王再次举起圣剑 跟亲弟弟决一死战 刀剑碰撞 激发出耀眼的圣光 几轮交手下来 巫色王体力渐渐不支 他大喊着让小儿子快跑 接着为了不让圣剑落入敌手 他把圣剑抛向天空 刺入了自己的后颈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块礁石 沉入海底 巫色王死后 获提根成功上位 组进了一支庞大的黑甲军队 用暴政统治着人类世界 殊不知他的傲慢 让他忽略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乌色的小儿子亚瑟 他是沃提根命定的宿敌 当年亚瑟逃跑后 乘着船顺流而下 被一群封城女子救下 非但没死 还凭借顽强的生命力 活得很不错 他穿梭在穷街露巷 学会了各种偷拐抢骗的本领 长大之后 又在格斗场练就一身疙瘩肉 还跟一个中国拳师学起了功夫 但童年时目睹双亲惨死的创伤 让他在心里上屏蔽了那段记忆 亚瑟始终认为自己一出生 就是个没人要的穷小子 直到有一天 城堡外的水平面快速下降 一夜之间就只剩下干枯的河床 士兵发现在其中一块礁石上 插了一把利剑 不管怎么把都拔不出来 而沃提根一眼就认出 这是乌色王的圣剑 心头立马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 做贼心虚的他找到水妖 这才知道乌色之子还活着 只要亚瑟拔出圣剑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才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这就直接威胁到沃提根的统治 为了找出亚瑟 沃提根下令让全国所有的士林男青年 都来做拔剑检测 而不明真相的亚瑟 不光出现在了队伍之中 还要往前插队 一把圣剑插在礁石中 只有天命之子才能将他拔出来 亚瑟一只手握在剑柄上 瞬间有了触电的痛感 吓得他赶紧松手 这时一旁的大队长又在催促 说赶紧拔 拔不下来就赶紧滚 亚瑟将信将疑 双手食指握住剑柄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剑身突然发出白光 紧接着 大地都跟着颤抖起来 亚瑟逐渐发力 一把将剑从礁石中拔了出来 队长剑撞先是惊讶 然后马上下令把他抓起来 但没等他们动手 因为无法驾驭圣剑的力量 亚瑟自己就当场昏倒在地 等他醒来 已经被关在大牢里 从叔叔沃提根口中 亚瑟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还没缓过神来 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卧提根要将亚瑟当众处死 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可就在行刑之前 远处有一个女巫师施展法力 操控着一只老鹰扰乱了刑场 同时人群中有帮手一拥而上 趁乱救走了亚瑟 他们跳下悬崖 最终躲过了追击 亚瑟被带到一座山洞中 原来救他的那群人 都是乌瑟王的老部下 他们一直等待着亚瑟出现 来推翻卧提根的残暴统治 但亚瑟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说自己只是个小混混 当不了救世主 部下只好用武力逼着亚瑟双手握住剑柄 突然亚瑟的眼睛冒出白光 脑海中闪现出那段不愿想起的回忆 他曾经握住剑身 把圣剑递给父亲 亚瑟摊开手掌 果然有一道剑痕 女巫告诉亚瑟 内心的恐惧让他不敢面对过去 面对自己 于是为了把他历练成真正的王者 他们把亚瑟丢到了黑暗之地 一座充满各种飞禽猛兽的荒岛 草丛中制斗毒蛇 小稀里跟黑豹肉搏 最狠的还是洞穴里的大蝙蝠 差一点没把亚瑟给带走 经过地狱级别的试炼 当亚瑟再次握住圣剑 更多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 但他依然无法驾驭圣剑的力量 等亚瑟鼻青脸肿地返回营地 得知沃提根为了逼他现身 杀了他的朋友 烧了他的房子 无辜百姓也受到了牵连 亚瑟非常愤怒 决定暗杀沃提根 为伙伴们报仇 他和那些老部下埋伏在城中 准备在百米开外 射杀出宫谈判的沃提根 可一切进行的过于顺利 让亚瑟起了疑心 定静一看 远处的沃提根竟是个替身 原来沃提根早就通过情报 得知了他们的行动 所以提前做好准备 摇栏一波反围剿 士兵放出信号 大举出动 很快就把亚瑟一群人 围在了一座院子里 黑甲士兵撞开门冲进来 亚瑟和同伴们拼死反抗 但实力过于悬殊 这么下去 肯定就是全军覆没 关键时刻 亚瑟双手紧握圣剑 周围瞬间扬起飞沙走石 整个世界都跟着慢了下来 杂暴中 亚瑟挥动震剑 爆发出催枯拉朽的力量 削铁如泥 横扫千军 等尘土散去 所有的士兵都倒地不起 身边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原来这才是圣剑真正的威力 亚瑟带着一群残兵 突出重围 逃回了营地 深夜他坐在床边 陷入了沉思 想起了被割喉的养母 战斗中丧命的伙伴 一切的一切 都因眼前这把圣剑而起 他站上悬崖 将圣剑扔进湖里 随后在森林中狂奔 发现内心的痛苦 亚瑟倒在一片沼泽 突然一只手从下面伸出来 将他拉了下去 原来是湖中仙女 他另一只手握着燃烧的圣剑 带亚瑟看到了未来景象 如果亚瑟不接受圣剑 整座城市都会化为废墟 森林涂炭 他必须拿起王者之剑 跟沃提根决一死战 这是他的宿命 于是亚瑟让黑哥 先把圣剑献给沃提根 换回被俘虏的女巫 接着自己假装束手就擒 单枪匹马地跟沃提根见面 女巫发动技能 控制一条毒蛇 试图偷袭沃提根 却被对方一键斩断 然而这一出只是前戏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招 一条更大的巨蛇冲了进来 张开血盆大口 疯狂屠杀 亚瑟在巨蛇的注视中 缓缓拔下圣剑 是时候反击了 落荒而逃的沃提根 又跑去向水妖求助 而条件还是至爱之人的先阙 于是沃提根找到自己的女儿 将她抱在怀里 然后 沃提根将生命中最后一丝光亮 也献祭给了黑暗 他再次化身镰刀恶魔 和亚瑟在塔顶相见 甩出一个火球 将亚瑟击倒在地 亚瑟手握剑柄 记忆中的最后一块拼毒 在他脑中显现 亚瑟这才知道 当初杀死自己父母的镰刀恶魔 其实就是沃提根 辛仇旧恨 激发出亚瑟全部的力量 最终亚瑟一剑刺入镰刀恶魔的胸膛 沃提根献出原形 暴恨中天 故事的最后 亚瑟组建了圆桌骑士 在民众的拥戴中成为了真正的王 作为野史中古不列颠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伟大国王 亚瑟王是否真实存在 至今都没有定论 但在时间的长河中 一直都流传着他的传说 比如拔剑称王 圆桌骑士 梅林传奇等等 鬼才导演盖里奇 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许多酷炫又颠覆的改编 开场的三分钟特效大场面 花了足足六千万人民币 成为近年来 难得没有全面铺街的魔幻大片 对于英国人来说 亚瑟王更像是一个精神图腾 是歧视精神的代名词 正义与希望的象征 那些对英雄的崇拜 终有一天会造就英雄 那些杀不死你的 只会让你更加强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